Hello各位野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野里会客室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台大哲学系教授 愿举正愿教授 教授好 苏恒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我们上次访问您的时候 您在成都 我在成都 对 线上接受访问 对 那教授是回台湾过年 我回台湾过年 我7号就回来了 10号过年 教授你在成都的时候 有感受到年味吗 还是因为还没过年 我特别去看了这个年味 我特别到了乡下去 我不是留在成都 成都跟台北很像 一到了过年的时候 人都回去了回到乡下 但是他们基本上 整个成都的发展 主要是四川人 所以说到成都的周遭的地区 那么尤其是我到了南充去 所以说那个乡下 乡下的年味很重的 年味很重 年味很重很重 就是说有 我到了南充底下的一个 小县城里头 据说他们过年回来了60万人 南充 本来的城市的人 南充底下的一个小城 对 他们据说回来60万 叫南部 回来了60万人 然后本来的话 原来常住人口大概是三多万人 哇好酷 对对对对 你可以想象到 就打不到车的 打不到 然后所有的餐厅都吃的满满的 然后一般来讲的话 街道变得非常非常繁荣 各方面都会变得很愉快 年轻人非常多 年轻人非常多 教授从定义线观察 跟我们听到的讯息 跟我们平常在媒体上面看到的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因为你们在媒体报导的话 基本上的话是属于同温层的报导 是 基本上的话 整个生活水准当中 你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月只赚两三千块人民币 要怎么活 我跟你讲 实际上我遇到的人 活得好得很 两三千块人民币 然后在南充 非常好 对 活得非常愉快 年轻人都在一起 我还跑到年轻人开的酒吧里面去的 我觉得是成都让我印象最深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酒吧超好玩 酒吧文化 真的很棒 年轻人多 而且这个话 因为我们从小的话 在成长的过程中 其实我特别喜欢成都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的眷村的风味 在成都表现的特别明显 真的吗 这个我倒是没什么 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开一集 来聊一聊这种问题 不要老谈谈政治 谈一点文化 谈一点社会 这个比较有意思 这个成都我也算熟了 因为我也去了很多次 可以跟教师好好聊 比如说你也准备买房子了是吧 我们家已经在那边有买房子了 但我们不是在高新区 不是在老城区 在天府新区 我跟你讲 你要住的话就是住东郊 成都东郊 就是四川话叫烟火味 烟火味重一点 非常有意思 可是我觉得太塞了 塞不塞的话就看情况了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 成都他本身的发展上来讲 他都建设非常大 所以还算是好的了 比起上海北京要好得多的多 我都跟我朋友讲 20年前你错过浦东新区 20年后你绝对不要错过天府新区 我都这样跟我朋友讲 应该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拉回来我们要开始谈论政治的部分 我们要跟教授谈这个 其实这两天两岸呢 应该算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两岸之间 这个金门渔船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看到大陆籍的渔船呢 这个被报道说 他所谓的越界捕鱼 那在驱敌的过程当中 酝酿造成了粮死 那海巡署有回应说 造成死伤呢 这个事其实是多年来的首例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国台办呢 其实已经有回应了 说呢 这个针对这个民进党当局呢 总是对于大陆的渔船呢 是非常粗暴对待的 并且要求呢 台湾这边呢 要好好的给予一个交代 所以教授你怎么看 这个金门渔船的事件 这件事情啊 我是一则以忧啊 一则以喜 因为的话呢 目前我感觉到很忧心 最主要原因 它是创下了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的话呢 就是说人命关天 人死为大 这是闹出人命来了 非常严重 将心比心 你倒过来想 台湾的渔民在大陆那边 被搞死了 那还得了 真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大陆目前为止的 就是除了朱凤莲 他发表了谈话 谈话的内容当中的话 就是说 讲得非常平和 就是说你对待大陆渔民 态度非常粗暴 你仔细听这句话 粗暴对待大陆渔民 它里面的话呢 隐含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大家都是同胞 你应该和矮一点 对不对 即使的话呢 而且对渔民来讲的话呢 渔民很无辜啊 你不是说都是你的吗 既然都是你的 我到那边去捕鱼 怎么还有越界的问题呢 所以说呢 大陆本身来讲 能面对这个事情的话 在反应上来讲 因为他出了人命 所以说他基本上 还是朱凤莲的讲话 还是有一些保留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粗暴的对待大陆渔民 大陆不就自己人吗 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没有官方正式定调的回应与报复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让我非常非常忧虑 非常非常严重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邱泰山的态度 管碧琳都不讲话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邱泰山是负责 这个陆文会 然后管碧琳是负责海洋署的嘛 对不对 他们就我没有听到他们什么 但是邱泰山本身来讲 这个态度口吻上来 各方面的话 注意到事态严重 但是呢 我一这一喜 我喜的原因是 首先第一个 是不是很 因为我们必须坦白讲 就是说我们苦口婆心 告诉大陆说 台湾对待大陆的态度 长期以来一直是如此 我们讲的话呢 大陆不晓得是什么缘故的话呢 就是传不进耳朵 现在终于感觉到 因为海巡署的这些 年轻人对待大陆的态度 他完全是用敌对团体的态度来对待 没错 所以说呢 这个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把实话 终于传到大陆自己耳朵里了 然后第二件事呢 对大陆来讲呢 这件事情之所以这几天 没有声音 我觉得是一个坏消息 让我感觉到忧心忡忡的原因 就是话越少次越大 在跟美国谈啊 所以你给我交代一下 你看要干什么 要我自己处理 还是你这边要表达一个例子 所以你过两天 你这几天没看到消息 所以我这一天都严密的注意这个消息 对 就是说 因为台湾本身来讲的话 你看台湾的表现的态度 就会觉得说 他不是自由自在 以我们对台湾年轻人 嚣张的态度了解的话 那个沈柏阳早就出来了 对 没问题 打一架 他会就讲 有本事你来 不是有本事你来 他不敢讲这种话 但是他基本上就这样子啊 你越界啊什么的 活该啊什么的 他就会这样讲 但是现在没有听过台积的言论 让我发觉这个事情的话 正在巧 所谓的巧就是说 正在努力的在挫伤当中 看要怎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大陆一定会报复 一定会报复 因为M503的事情的话 我们这边已经反制了 对 就是取消观光 6月1号开始取消观光 然后这边的话 那这件事情 大陆如果没有任何动作的话 不要说是你我啦 就是所有的指望 中国崛起人都会觉得说 小小的事件都没有任何的办法的话 那么就是 他一定要让你感觉到说 大陆其实是有办法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很忧虑 我非常忧虑 因为我们有看到陆委会 其实在这个 这两天他有发生 他表达说 支持主管机关的严正执法 但是对于发生不幸的事件 深表遗憾 那希望大陆 能够对对岸民众的类似行为 加以约束 管毕林其实有表达说 这是三无传播 没有传名 没有传播证书跟传级登记 那这个传播 基本上是两岸协同执法的 共同关注的一个标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 感觉和我过去认识的 民进党的态度 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注意到 我刚刚讲的 忧虚忧的地方 他们注意到这个事情的话 因而说句良心话 两岸关系现在其实 说好也好 说不好也不好 好在哪里 其实去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去很方便 大陆怎么来不方便 也有不少的 因为是绕道 增加点麻烦 那不好 当然是非常不好 就是没有任何沟通管道 没有任何沟通管道 最怕什么 最怕什么 最怕插枪走火 这就是个插枪走火 说这个三无传之 我刚刚说过 朱凤莲的讲话的方式 一直是好像是 赵本宣克 因为正式的立场没有出来 对 对 就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正在持续发展中的事件 要严正以待 要静观其变 是 我们也有看到 大陆的泉州台办 其实也有向金门县政府 去表达关心 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状态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邱泰山其实有讲到说 他将会把调查结果 去通知大陆方面 那同时 这件事情其实引起了 大陆的网友怒火 我们有看到很多网友 其实不管在今日头条 在抖音 在很多各方面 只要有报道相关事件的 其实上面都留言就写 不能只是谴责 而且要严惩凶手 并且要表达说 一定要收复台湾 血在血场 对 那个是大陆网友的态度 但台湾网友的态度 就是干得好 海巡署终于硬起来 那个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的话 确实会出现这种结果 这个是我最忧郁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看到 两岸之间的那种回旋空间 不是说回旋空间 最主要是因为 在自媒体的发达的情况下 每一个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但是你可以倒过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说大陆的话 我自己也注意到 就是抖音快手 当中什么出现的自媒体当中 很多的言论 当中强调 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没有被删除的 没有被屏蔽的 也足以说明 大陆目前正在沿递一个策略 因为你总是要有点交道 交代 对不对 你已经以大陆民众的怒火 对不对 我觉得说这件事情的话 不可等闲视之 因为它再发生怎么办 对 成了常态怎么办 那不就跟打起来一样吗 你打起来最大的损失就是人命 那你现在说是没打起来 但已经有人命闹出来了 已经有人命的损失了 那你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事情的话 那你要拼人命的话 你是对手吗 你得想一想 确实 那其实金门有表达说他们很忧虑 因为会担心大陆去不承认金夏之间的这个 近限制的水域线 因为其实金门跟厦门之间有类似那种海峡中线的概念 叫做所谓的近限制的水域线 那过去两岸都有一个默契 就会知道说大陆可能他不会绕过这条线 那台湾也不会通过这条线 但是渔民常常还是会为了捕鱼 可能稍微会越过去 但是大家采取的态度都会是比较放宽的角色 但是这个事件中大家会担心说 以后大陆会不承认这个近限制水域线 有点类似裴若西那时候来台湾之后 海峡中线基本上就已经不复存在的概念 也有人认为说可能这个渔船的事件 会成为两岸之间的南海的撞击事件 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面牵涉到的一个问题 讲起来的所谓的默契之说 其实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延伸 比如说我们之间的话 有个默契做什么事要讲什么话 你不会明目的限制我要讲什么话 我也不会明目的限制你讲什么话 这个就是礼貌 人跟人之间的往来就是默契 默契这个观念的话 但是它这个问题 它牵涉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概念 叫主权 我跟你讲 所有的大陆人基本上的话 也包含所有的台湾人 你知道一讲到主权的概念 主权的话它包含两种概念 一个就是绝对不可以退让 另外的话 主权的概念本身来讲 必须要明确 所以说这个必须要明确 跟一定是默契之间 就构成了很大的冲突 任何事情能够有默契 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比如说人的道德社会 建立起来很多道德规范的那种默契 在我们哲学界来讲 是非常不容易才建立道德系统 否则的话 为什么要尊重道德呢 对不对 像那个什么游锡官就讲 哎呀 那个民主时代就不要廉耻了 没有廉没有耻的人 当官非常发达 对不对 你可以了解到 但是为什么要构成说 既然要当官就不要贪污 的这种想法 这是一个默契 这个认知 现在这个情况一定来 涉及到主权的问题 大家的话 一翻两顿也 明目张能讲 不要说是金门了 台湾海峡都没有默契 我刚刚用的那一句话 没有海峡中线 是大陆歼20还是歼16的飞行员 在天空上对着我们战机讲 说通通是我的 没有什么中线不中线的问题 对 你记得这句话 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看到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禁线制的这个水域线 然后在北电的右边 这就是大陆船翻覆的这个地方 那有很多人现在在讲 就未来有没有可能 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以后就会把这一块水域 变成是他们巡航的常态 因为之前其实有在讲说 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将会在台湾海峡这边 做常态的 甚至是登船的检疫 或者是说检查 那大家就讲说 过去佩洛西事件已经一次了 然后这一次 再来这个金门渔船事件的话 那两岸之间的冲突 可能会越来越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两岸冲突未必是越来越有可能 但是大陆基本上 不会承认有所谓的默契线 这两件事情的话 还是不一样的 大陆不承认有默契线 大陆的渔民就到靠着金门去捞鱼 那个感觉上 发生的比例会越来越频繁 对不对 而同时的话 台湾凭什么跟大陆发冲突 拿什么力量跟大陆发生冲突 我们有海巡 我们也有海警船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试了一次以后就知道了 因为大陆的海警船 其实它的动位是很大 他们的武器也是很尖进的 我跟你讲 闹人命以后出现的一个结果 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人命关天的意思是说 人是死来活的 就是只要不死人 什么事都有转环的余地 一旦死人以后 这个就是个终点 有人死的话 对大陆来讲的话 大陆难平息民怨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有人死了 有人死了以后 他家里还有人没死 他有家属 他搞不好有小孩 搞不好有爸爸妈妈什么的 那么这个情况影响起来的话 就是大陆顶多就是压着他们 不要出来披麻大笑 大哭大闹的而已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台湾这边的话 人死你就理亏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忧心忡忡的原因 是在这里 我们在台湾没有听到这个报道 感觉好像都没有 风平让进 其实报的很低调 主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就是我们这边跟美国在解释 大陆跟美国在协商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讲法 但是因为我不能够妄议朝政 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了 教授觉得后续还有很多可以观察的点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就是苏凤联讲讲话 粗暴的对待大陆移民就就就了了 这涉及到主权的问题 那肯定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很麻烦 因为其实过去那条线是大家的默契 可是某种程度上 它有一个隐含主权的概念 在未来的话 大陆一定是认为说 那既然两岸是一种 那而且我们大家 老实讲 金门是福建省 那哪来什么主权的概念 那个就是全部把你划掉了 把你整个户户 我跟你讲 这个讲到主权的概念的话 其实在这里头 因为从1958年的金门炮战开始 一直打到90年代 单挡刷目打 都是默契 从头到尾都是默契 甚至以前水鬼上来摸耳朵的时候 的那种事情的话 大家彼此还很紧张 我们男孩子很多人 到我这个年龄 很多人在金门当过兵 都是核枪死蛋 对不对 那个时候其实处境来讲 是比较危险 现在金门也是 还是核枪死蛋吧 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 我们这边不会 大陆那边应该 大陆那边的这个 厦门那边的特种训练部队 三七蛙人 他们还是训练很严格的 是 那其实呢 大家两岸之间呢 现在的这样情势呢 很多人都很紧张 那这个呢 就牵涉到了这个 国运前 因为教授应该在台湾过年的时候 有看到新闻最大的 其实是这个 国运前 这个南昆生戴天府的国运前 这个庙方 很紧张 不应该讲很紧张 很懂得求生存 他认为这是一个 所谓的中上的签 因为这个签是叫 不需做福不需求 用尽心机总未修 阳士不知因事事 官法如如不自由 我都已经背起来 对对对对 但因为这个是台湾最大的消息 因为大家会认为这个签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签 预示着台湾 在这个2024年 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平静的一年 教授你怎么看 我首先强调了 我在台大是教科学哲学的 这个我平常对于这个抽签 这些事的话 我觉得就是看看就好 但是我觉得说 你不能不顾及一般老百姓的心理 我觉得台湾一般老百姓的心理 非常奇特 为什么呢 它有两个地方 它其实是完全矛盾的 第一个台湾教育很普及 所有人都读大学 18分都读大学 大家都读大学 这个是很普及 然后第二个台湾的宗教信仰很自由 很自由的话 大部分都是阴阳怪气的 我们这边还有过中元节过成一个月的 七月正一的时候 哇鬼门关开放 一会一会都出来 然后到了七月底的时候 还把费劲大劲 把那个音庙给关起来 那我觉得的话 大家如果相信 明明之中自有神的话 那你抽到下下签的话 对大家心里是一个警告 但这个警告我们已经讲了很久 你自己要认明 你就要赖清泽站出来解释 对不对 赖清泽被人家讲到赖皮疗的时候 还强调这是他的龙脉 对不对 那这个龙脉跟下下签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你这个龙脉的话 龙可以变成尼丘 对不对 你自己已经现在变成尼丘了 但是这个是一种阴阳五行的解释 这个话 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但我不懂 对不对 但我只是觉得说 明摆在眼前就是麻烦 其实我觉得是给台湾民众的一个警告 就是告诉大家说 因为其他都在2024年一定会非常动荡 国际局势或者是经济层面 也是给大家民众觉得说 2024我们可能要稍微紧张一点 稍微认真一点 这个龙年可能要出大事 龙年刚开始才过了几天 今天是初几 今天初七 你想想看 要出多少大事 国际上出了多少事 对不对 你要想到说在里面的话 发生的事情当中 每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龙年不是太平静 所以你要了解到 龙年出大事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个又有一大堆人 要在这边选举 选完了结果 那整个国际的环境当中 会连带的影响到 这个两岸的关系 甚至于台湾自己本身的话 就做事情态度 因为谁都知道 你选了赖青多的话 我必须坦白讲 台湾大概也只有四分之一强的人 在支持他 所以出现这种结果 制度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下 台湾的话 本身不要说是个国家了 你就是一个安定的区域当中 都没有办法 非常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你不要讲说出不出大事了 就是过得会不会很好 都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心里要做好准备 那我们在过年的期间 其实应该讲过年之前 香港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梅西的事件 因为梅西到香港去踢球 跟中国香港的明星队做一个表演赛 但是他没有下场 然后那时候他出来的解释的意思 是说他受伤了 结果在他2月7号解释的当天晚上 他就在日本和神户的球队去踢球 而且上阵30分钟 引起中国大批的球迷和官方强烈的不满 教授怎么看 因为有很多人讲说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阴谋事件 因为当下现在香港正在针对23条的立法 正在做一个公告 那其实很大程度是表达西方事件的 对于香港立法23条的一个很大的攻击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 我比较利用你这个机会 完完整整的把它说出来 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在一开始 我就老早就已经想到这个情况 因为我看了当时在香港的这个球迷 其中包含了内地的非常多球迷 甚至有乌鲁木齐回来的 他们从非常期待 到非常失落 到非常非常的愤怒 然后愤怒之后到非常非常的不解 然后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大家都明白了 我现在讲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呢 因为这个足球很特殊 足球在中国的地位也很特殊 足球在香港的地位也是更特殊 作为一个曾经当过英国殖民地的对足球 这非常特殊 我记得大概在这个1964 因为香港非常容易觉得他自己很国际化 1964年我那个时候成长的过程中 最流行的合唱团叫P头4 就到香港去表演了 那现在的话刚好是这个1964 现在刚好就是60年了吧 反正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标志嘛 那所以香港认为说 有李家超出面 港府出面要请梅西来踢球 结果梅西就拒绝踢球 事实上的话讲的约 现在约定的话 那个公司Tetler 香港英国公司 然后那个迈阿密国际的老板贝克汉 基本上也是英国人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 很期待 就是他没上场 没上场 为什么没上场 他们鞋子都没换 根本的 然后从头到尾没笑过 就这个表情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梅西跟刘德华一样 当工作人物就是得笑的 不笑就是心里有鬼 所以那个时候 你那个失望当中 然后就发现真的没踢了 后来握手都不要 连一开始 你知道那个香港人 费了多大的苦心 因为那个迈阿密国际队 是个粉红色的 就他现在穿的衣服 他们那个巴士 从他下飞机接他们到酒店去 那个巴士都粉红色的 马屁拍到这种地步 热脸 镜贴冷屁股 对 到这种地步 你能不生气吗 一定很生气 很愤怒 对不对 然后就会慢慢的话 就愤怒之后 就会觉得说 大家开始 不能理解 就各式各样的言论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面对 真正的事情 后来终于明白了 就是梅西本身 他自己会强调 我这边强调 因为你这边讲到 政治定调阴谋论 对不对 好 我跟你讲 他的阴谋什么 首先第一个 这个的话 就是涉及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西方话语权的问题 就是在足球的领域当中 你中国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因为国足真的很不OK 不是国足不OK而已 实际上你现在出现的问题 都是 这个真的 乌七八糟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 人家这个球王本身 受到了这种 腰房的话 任何人就告诉他 这个不用宣传的 就是你到中国的话 你可以借这个机会 好好给他们个颜色看看 你这样对待香港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 对 这个是这样的 对他来讲 因为他这个表情 就这样子 然后 真正一个让大家明白的道理 其实伤害也很深刻 因为你到底要不要定调 如何政治定调 杭州要不要请阿根廷队 梅西亚要不要来什么 讲了一大堆 好 在日本 在神户第60分钟的时候 上场的替补 狠狠的踢了30分钟 对身体也没事 球技也没下降 各方面都很好 就是不愿意踢给咱们中国人看 对 好了 那你这个不明白吗 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现在的要解药只有三种 第一个 你自己要争取 以后西方的价值 能 能在你的管控范围内 你才跟 你不在你的管控范围的话 你心里要做好 梅西的事情会再度发生 第二件事情 你足球要增加 就是说球星 梅西就是全红残 你自己要多出几个你自己的梅西 对 对不对 你这种情况下 你自己在国内踢冠军 恒大什么冠军 跑到世界上排了140名都排不到 丢脸要死 你自己打你还得自身硬 对不对 然后你第三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大陆本身应该要以此为节 香港便不特殊 对 实不我语 对 李家超丢脸了 霍启康丢脸了 这个丢脸应该要化悲愤为力量 没错 必须 我跟你讲 唯一的收获 唯一的收获 是这一次香港人态度跟咱们大陆人态度 是一致的 对 都觉得一起都经历过了从期待失望不解到明白的这个过程 是 这个教授帮我们解释了这个整个梅西事件 那我们下一段要跟教授解析这个俄乌冲突 还有一系列的国际大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哈喽各位支持苏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苏恒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跟各位分享 那就是苏恒的这个会员已经正式开通了 各位如果说支持我们的话 拜托拜托 大家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野里会客室 教授我们刚刚这个解读这个梅西事件 但它其实后续有发生 就是这个杭州跟北京也都已经宣布 就是这个迈阿密国际的这个邀请赛 已经基本上是取消了 一个说杭州是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那北京是说这个从来没有过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大陆呢 跟香港现在的这个团结程度呢 我觉得应该算这个事件的收获了 我跟你讲 这个事件讲起来有一点遗憾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香港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这一次真的是一起砸锅了 这个是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 这个当然是想得到的事情吧 肯定的 你想到事情那面对想得到事情 你这个中国如果没有一种态度 还是请梅西再来 梅西笑歪了 真的反正我欺负你香港 你大陆还是要跟我在一起 不是你人傻钱多嘛 对啊 对不对 而且梅西出场的费用多可怕 至少至少要上千万美元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看到大陆这次的态度呢 其实很大程度是帮香港 硬气了一回 那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冲突 这个有新闻表达的路透社说 普京在去年的时候呢 曾经提议呢要停止俄乌冲突 但是美国当局呢断然拒绝 原因是因为呢 美国表示说不愿意对乌克兰去施压呢 所以呢他就拒绝了这个普京的这个建议 那我们有看到英国智库有说呢 这个大陆呢 正在汲取俄乌战争的一个教训 为印太的持久战呢来做准备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 俄乌战争将近要满两年的时间 那北约呢呼吁欧洲要加快生产武器 一方面呢要补充自己欧洲内部的兵力 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给予这个乌克兰的支持 那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拜登 这个美国的众议院呢 无视拜登的击求 对然后呢 他阻挡掉了支援乌克兰 以色列跟台湾的法案 所以教授你怎么看俄乌冲突 一直到现在两年 将近两年了 这个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的最大消息 应该是卡尔森到莫斯科去采访 那个普京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话呢 为什么它非常重要呢 因为它其实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思维方式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卡尔森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他想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平衡报道 他是原来福斯的记者嘛 那美国的政治人物的反应才最精彩 希拉瑞克林顿呢 就是把打骂成狗啊 然后这个江森骂他的什么的 那不骂他我觉得还是好简单一点 一骂我就知道 卡尔森这个采访本身很有意义了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普京这个采访内容完了 不不这个内容当中啊 有几个重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就是他讲了非常多的秘密了 首先第一个你看得出来普京身体很好 哦真的 两个重头都非常好反应非常快速 而且他那个历史记得好熟哦 他学历史的 然后卡尔森本身也是读历史的 对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他基本上讲那个历史 只有一个目的啊 他没讲出来 乌克兰这个国家才成立二十几年啊 根本存不存在都不重要啊 然后他里面讲到 我不想你们看到全文 我看到全文然后讲说 他自己以前在这个 到了这个乌克兰去的时候 看到匈牙利人啊 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觉得很奇怪啊 匈牙利的一部分 波兰利部分啊 再加上原来俄罗斯的一部分 合起来变成了乌克兰 对 这讲法非常明显 就是说我们特别军事行动就是 我们原来是兄弟之国 然后不能分开 现在要硬生的分开 就我们的不愿意嘛 对不对 那第三个他里面透露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原来对西方是寄予了厚望 对 然后他本来还想加入北约 问了克林顿 也问了Joy Bush好几次 就是说我们想要加入这个北约 想要跟你们言和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发觉自己的太天真了 就现在回过头来讲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是他里面直接强调 就是你刚刚也强调 就是说他们原来一开始的话 会觉得他们原来有个目的 就是去纳粹化 对 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要 反正就是要恢复这个 原来俄罗斯裔的人在乌克兰原有的权益 然后这些没有做成以后呢 他们原来发觉 因为他初步进攻是非常稳当的时候 经过土耳其的协调 想要就是说要停下来这场战争 但是美国就不愿意啊 美国就把他当成侵略者来看待 所以说呢 他这里面凸显的这个四方面的重点里面 大致上让你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普京终于有一个明显的 表达自己立场的机会 快两年了嘛 算是两年的纪念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接下来一连串的操作 普京真的是一个老狐狸 他毕竟是秘密警察 KGB出身的 他这个操作痕迹很深的 如果你有兴趣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聊 这个因为其实我有看他的访问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 第一他还挺他很幽默 我觉得普京挺幽默的 然后第二就是刚刚教授讲 我觉得他脑子超好 对 一年都没事 他一点都没事 而且他对于整个乌克兰 整个苏联的历史 然后他整个历史他是记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可以告诉你哪一年 从九世纪强解 西元八八六年开始 包含被蒙古人灭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他都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一直讲到他说 他认为俄乌之间的关系 迟早是会恢复的 他依旧是希望能够透过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而且他讲了说 他在2022年的时候 其实对于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 他有跟拜登最后一次的通话 对拜登说你犯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 支持乌克兰发生的一切疏远俄罗斯 因为其实他在当中他有表达说 他跟拜登有讲过电话 但他有一支讲说 因为我们很多是秘密内容 所以我不方便在采访里面去表达 他有讲到说 基本上俄罗斯对波兰拉脱威亚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的要求 这个也是很重要 他有点兴趣 因为美国一直讲说他们会对他们进行攻击 然后波兰的一副就是他要打仗的样子 普京就说我对你们其实没有任何领土上面的要求 所以基本上不会对他们使用武力 除非他们攻击俄罗斯 而且能表达说 卡尔森有在采访中问普京说 到底是谁爆破了北溪天然气管道 普京说当然是你们 然后说因为CIA没有不在场证明 教授 他的整段访问 您怎么看 他整个访问当中 就是他要凸显出几个讯息 这个讯息跟西方的报道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 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会觉得 因为西方要把普京打造成为一个 好像很喜欢侵略别人的人 就是他是一个屠杀是邪的东西 那他自己觉得 如果你有仔细看他的访问当中 他里面会强调 就是说其实西方真正的要搞的对象是中国 只是说阴错阳差搞过火了 那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话 就觉得说 因为莫斯科只有1.5亿人 中国有15亿人 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10倍的人数 然后但是他里面借这个机会的话 他强调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历史上的叙述 他很清楚 就是说强调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有分不开的关系 然后第二个的话 他就觉得他完全对于东欧这些小国 原来苏联的位置 他基本上他也不但是对他们的领土没有兴趣 他也不会侵略他 甚至他大惑不解 那为什么你会认为说我会侵略他们 他只觉得完全不可以了解了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 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因为你知道北溪1号跟2号被炸断了以后 让德国的原来从便宜的能源到高超的工业技术 到整个世界的市场 德国现在生活水准面临了非常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所以说这个是你自己还自己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 所以说他会觉得美国这个做法当中的话是非常错误 卡尔森就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既然这么多有理由 你为什么不对外讲呢 为什么等到我来采访你呢 普京就笑着讲说 你们的宣传太厉害了 哪里有机会让我讲 这说明了一切 因为其实卡尔森他有讲 他说其实拜登政府先后两次试图阻止他去采访普京 而且大概三年前 拜登政府还非法监视他团队的短信 然后把内容泄露给新闻媒体记者 那这个当然白宫有阻止有素来否认 可是我觉得从他这个表达可以看到说 其实西方其实希望尽量去妖魔化普京 然后而且并不希望把真实的这些讯息 或者真实普京的样貌传达到世界各地 因为最主要原因 我的听说了 他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了 就是说其实卡尔森到莫斯科去访问两个人 一个是普京 因为他想要访问斯诺登 也考虑了 那个秘密太多了 后来就给美国一点面子了 后来美国就是 卡尔森之后的话 他好像红得不得了 因为两天内就够了两一次的播放量 不得了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只说明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美国本身的谎言被揭穿以后 实在是接下来不晓得该怎么办 因为接下来麻烦非常多 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了 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 普京本身来讲的话 他表现出他的立场来讲 我感觉他坐在那边老神在在 他觉得他赢定了 感觉上他没有任何的那种 焦虑不安的生态 因为俄乌冲突怎么看都是 基本上我觉得最惨状况就是画第二字 就是打到这边然后就停下来 就像那种38度线的那种概念 就是顿巴斯地区加上克里米亚岛 就是属于俄罗斯 或者说是中立地区或是缓冲地区 然后去纳粹 是俄罗斯坚持的 然后乌克兰的主权完成 那西乌克兰的话来看看会不会划入 会不会划入波兰吧 就是这样子一个谈判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访问其实也让大家 首次看到普京的一个比较 从容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也看到巴以冲突这部分 因为其实在我们过年的期间 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 那其实在中东地区发生了很多 那种让人家非常惋惜的事情 像以色列的军队就狂轰拉法 然后将近超过白死 而且超过这个死伤当中 大部分其实都是妇女跟儿童 你讲到这条消息 我感触非常深刻 因为这个消息的话 讲了从10月7号一直讲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120多天了以后 那么大家就会慢慢的会觉得说 我从一开始就认定 我一开始就认定 首先我就会觉得说 那个纳坦尼亚乎他说 就是以色列要被宣战 要开始宣战 然后把他的后备军人全部叫回来 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万人的部队 我当时就会讲到 我在电视上讲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难想象 我说他讲加萨走廊一分为二 北加萨南加萨的时候 同时他是先收拾北加萨 再收拾南加萨 被我讲中 然后他的整个过程当中 一开始还有讲说以色列 有没有攻击意愿 后来发觉根本不装了 人数杀掉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 你要了解 以前我在成功点 一个师占满满的一万人 对不对 三个师杀光光 包含女人小孩 对不对 残忍至极 讲起来的话 都是让人不晓得该说什么 然后现在到了南加萨以后 一路打什么叫拉法 拉法是边界城市 都快到埃及了 然后拉法现在住了一百万人 而且拉法很小 原来是大安区 现在就你这个屋子就三十个人 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 这个人道主义的危机 那么传染病 吃喝拉撒 对不对 你还有什么的 哪有什么人性尊严什么的 这种情况下 现在的话 基本上的话 因为到拉法以后 哈马斯本身来讲 以色列大演神功 又是拯救人质 又什么通文威胁 以色列在12号的时候 拯救两个人质出来 这整个过程 实际上的情况 就是他们的突击队员 一旦进去 避掉15个人 接下来空中 整整炸了50分钟 对 对没错 就为了救两个人质 然后拉法的140万名的 巴勒斯坦居民 基本上是陷入了人道危机 人间炼狱 什么人道危机 人道危机 已经是100多天前发生事情 现在是人间炼狱 我跟你讲 全世界的人都会发觉 这不得了 西方国家都觉得说 以色列冲突 你刚刚讲到说是美国的 众议院要杯葛的钱 以色列根本不缺钱 对不对 乌克兰天天要钱要不到 台湾要这个钱干嘛 给8000万 意思是这样 人家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世界很乱 我们也看到南非 其实也表示说 已经请国际法院 衡量以进攻计划 是否需要进一步紧急措施 来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权益 同时也看到 大陆的外交部有表达说 呼吁以色列要尽快停止 军事行动 全力避免无辜平民的伤亡 防止拉法地区 再出现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的灾难 并且埃及也表达抗议 他认为 这也迫使埃及紧急加强边境的防卫 并且威胁要暂停 跟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 而且我们有看到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的三国总理 也联合写了一封信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要求以色列要立即停火 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就是教授 为什么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这三国会发出联合声明 要求以色列要立即停火 有一个很有名的财经学家 叫奈阿菲克森 他讲过一个观点 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 都是属于年轻人 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都是属于上了年纪的人 然后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我这个年龄的人 我算是上了年纪的人 在我这个年龄当中的话 一想到以色列的建国的过程 想到他们在奥斯坦 但受到的Holocaust 就是大屠杀的里面 所造成的一种影响 这种各方面 因为我去过波兰 我去过奥什维斯 就是所谓的那个集中营 那个瓦斯坊 什么都看过以后 觉得是很残忍的事情 然后觉得说 以色列的话 辈子的同情要重新建国 但是现在的话 我的立场慢慢趋年轻化 因为年轻人的话 基本上会觉得说 你这种搞法 你把以前你的灾难 现在建筑在别人的头上 我这边要强调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的话 你要了解 就是以色列定的一个目标 马斯克讲的 不是我讲的 说你要让哈马斯 完全不存在的话 你用这种方法做 你只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孩 对不对 现在叫小孩 叫巴勒斯坦小孩 长大就是哈马斯的勇士 对 就这种情况 这是第一点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个 把哈马斯亲上 你就把人杀光 那以色列来讲的话 该杀光就杀光 这是第一个原则 然后第二个的话 以色列本人的态度非常强硬 你这边强调都是各国的说法 你从来没有 不好意思讲 纳尔亚伯的说法 纳尔亚伯极其强硬 越来越强硬 对 这个我都讲不下去了 埃及都不敢要 为什么埃及生气 因为你知道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什么夹杂进来 进了埃及亡命之徒 约旦也好 黎巴尼也好 埃及也好 以及阿拉伯特在的时候 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是打不过以色列 但是打阿拉伯人厉害的很 那埃及还要不要过日子 对不对 埃及好不容易 整个西奈半岛 你看到没有 就是整个灰色 以色列左边的这一大块 是经过埃及想尽办法 赔认输 才换回来的西奈半岛 本来是以色列占领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埃及来讲 还不敢让巴勒斯坦进来 进来以后 当然一肚子怨气 往哪里发 对不对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它后续的影响非常严重 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觉得以色列如果真的把哈马斯干掉的话 会整个军事历史上一个非常严重的更改教科书的案例 就是你要发动战争 你不是把你的对手全部杀光 我说你拿不出办法来 你知道我讲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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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很可能就 可是会吗 因为不一样 因为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客观的来讲 对 我们不要像中国外交部那样的悲天命人 人道主义 或者说什么 我们没有那么心气 但我每天都在思考 我想来想去 以前马斯克讲过 冤冤相报何时了 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你全部干掉了 就没有缘分 就没有冤冤相报的问题 直接断掉他的循环 我就想起来 普京为什么强调 那个金藏汉国在俄罗斯的话的屠城 然后这个乾隆收复新疆的时候 这个尊格尔帝国屠城 我才发觉说 原来屠城这件事情 在战争发生的过程中 这不就屠城 对 这不就屠城 这是啊 这是啊 对啊 那是什么目的 然后你想想看 我们拍的赛德克巴莱 那不是屠城 对不对 一个的活口都不溜 对我觉得 叫了21世纪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想一会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超级遗憾 而且这是 西方国家还可以 这算接受我们的状态吗 所以说这个 我们刚刚聊到卡尔森 访问普京的时候 和物之间的冲突要怎么结束 要怎么不写心的结束 真的是一个战争的结束 战争结束 战争开始可能是一时之气盛 但战争的结束 可能要一世之智慧 战争不容易结束 确实 这是真的 要开启战争呢 其实跟结束战争比起来 是相对容易的 对啊 因为有的时候会讲到说是 以色列直接讲说 美国你对付日本的时候 中京大轰炸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那也是人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说这个战争的可怕就在这里 为什么大家对于战争就是 想尽办法要尽量 不要让他发生的原因 就我觉得以色列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 巴勒斯坦有很多人也反对 哈马斯就是要 何必要招惹 招惹 以色列 对不对 搞到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事情的话 讲起来 因为以色列的态度非常直接 任何人 只要有头有脸的人 包含梅西这种人 只要敢讲一声 除了马斯克 稍微有点嘎吱以外 没有一个人敢讲 确实 对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的态度 因为你只要支持巴勒斯坦 基本上的犹太资本的 就会铺天盖地的罪杀 就是对他们来讲的话 你自己本身到了这种发展 你自己过的日子都不如他 你还想跟他对抗 不可能的事情 确实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遗憾 你了解的越多你越痛苦 这个是真的 那我们下一段的要跟教授 讨论的这个朝鲜局势 还有很多的这个国际事件 要跟教授持续讨论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哈喽各位支持苏恒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苏恒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跟各位分享 那就是苏恒的这个会员 已经正式开通了 各位如果说支持我们的话 拜托拜托 大家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野里会客室 教授 这个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录影 在我们录影的前一天 我们有看到南韩跟古巴意外宣布 要恢复邦交 因为这两国其实已经断交了65年 因为古巴其实跟朝鲜是比较近的 但是呢 制度上是比较近的 对 那突然间看到南韩跟古巴可以恢复建交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但就在同一天 我们也看到金与正 朝鲜的金与正 表达说岸田文雄访问平朗可行 两国可共辟未来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过去感觉应该是很敌对的 朝鲜跟日本金与正居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达跟态度 所以教授你怎么看 是朝鲜局势又要改变了吗 不是说要改变了 我觉得国际关系你要注意三个原则了 国际关系第一个就是讲实力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讲均衡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要讲本国利益 你一定要把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考虑 你千万不要忘了 古巴本身被制裁了这么 从1962年到现在算起来也60多年了 这个情况下 那古巴本身的话呢 人家也是试图改善 也是准许很多人去观光 我自己原来欧洲很多朋友 他们到古巴去观光 那的确是个漂亮的 加勒比海上的一个有名的一个观光地区 当年了 对美国来讲 就是海明威的那个时代了 那么这个是 这个我觉得说是 他们在联合国有接触的机会 那么这个我觉得 尤其是韩国的外交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灵活 韩国的护照是全世界享受 免签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个是他比较灵活了 日本跟这个朝鲜之间的关系的话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朝鲜话讲的很大 朝鲜现在受到俄罗斯的支持 核能的发展非常快速 对 然后这个核能大战是打不得的 一旦打起来的话 不是加毁人亡而已 就是马上会见机会 它会有这个连锁效应 会导致 这个朝鲜半岛一发生事情 那台海之间一定会有事的 对 这个是大家可以了解到 这个连锁反应 所以说呢 目前为止呢 大家发觉 两韩之间是没办法沟通了 那一定要开辟沟通的管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现的话 透过日本 透过湖巴 也都是互相传递一些讯息 所以他们 不要误判 所以他们其实只是为了 不要误判有沟通的管道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因为这个对于 对于这个金宇珍来讲的话 金正恩来讲 万一没把握获胜 他就结束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 我们这边也基本上 就卷入战争了 那肯定的 那还得了 这个就是连锁反应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会说 就会想一办法来 要制止这个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压抑它发生的可能性 这个情况 确实 那这个 其实我在连锁的时候 也是看到大家在讲 说这个感觉 美国的通膨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呢 在今年呢 美联储降息呢 应该至少可以降三次 但是呢 在我们过年期间呢 这个美国公布的CPI 美国CPI的年增率呢 高于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美股呢 它的收低 倒穷重挫了524点 因为美国的这个CPI呢 年增率高 达到了3.1% 高于市场预期 那而且呢 大家就表达说呢 那可能呢 联转会的未来呢 将会延后降息 所以教授你怎么看 美国经济 你讲的问题是 美国最担心的就是 通货膨胀 没办法控制的问题了 对 就是说物价过高啊 什么的 因为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有几个特征啊 它第一个特征的话呢 就是说是 美国基本上的经济问题 是远大于其他方面的问题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那物价是最直接的嘛 尤其是油价了 你现在讲到一些 都是些挖子大衣的 还不是一个真的关键 就是加油 因为美国人开车 开的疯狂啊 对不对 他们基本上的话 美国就一定要开车啊 油价的问题 是个比较严重 这个CPI的发展的话呢 会导致于说 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你就不可能降息 降息以后 这个物价可能会 反正就是越来越高啦 通货膨胀的情况 就是把这个利息高的话呢 大家就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 就是降低的这个消费啊 什么的嘛 可是美国一定要降息啊 他如果不降息 他光是负担那个 但是要讲到第二个特征啊 美国的地位就很不一样 这个世界上 说美国的坏消息很多 但是真正能够取代 美国货币的没有 那这是真的 没有 所以你要了解 就是说美国有今天的 就是说美元霸权 这个美元的霸权 它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讲 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 因为我就是在那种 美元霸权的环境下 长大的 能够感觉到任何人 不管你读书 家庭教育什么的话 只要你一嫁给美国人 你的身份马上立马高30倍 对 只要拿了美国护照 你身高就高10公分 这是我说的 对 这个教授跟我们讲 对我跟你讲 这个我讲的很残酷 但是也很现实 以前我认得了很多 什么打保龄球几分的 然后听同学讲的 巴格尔 什么各方面 与原住民什么的 通通都一样 那个这个产生的感觉 就是说 美国这个美元的霸权 那美军的霸权 因为台湾原来 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美元美军美国梦 都在我周遭啊 所以说呢 这个感觉上是非常明显 美国有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光影照片 美国现在34亿的外债啊 34兆 34万亿的外债 这个基本上 你知道给你一个概念啊 你知道什么叫做 34万亿的债务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34万亿吗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运气特别好 明天买乐透 中了1亿美元 不得了对不对 然后你每天买对不对 中100年 100年 34万亿 可是他现在每增加1万亿的这个外债 好像过去是要6年 对啊 过去是6年 现在好像三个 好像几个月就可以已经 就可以翻上去1万亿了 对了 所以说美国本身的经济 实际上我要讲 就是美国长期来讲 因为你占了这么多的优势的情况下 然后 因为美国现在就是 鼓励人家发动战争 嗯 那个俄乌之间一方战争 欧洲的比较钱就会往美国走 避险 那那那亚洲 对嘛 避险 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钱多的话呢 就不怕他物价上涨 钱多了买东西 那货多了 物价就下来 原来是靠中国的制造业 现在换一换 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世界的乱源 那确实 天下苦美已久啊 这里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累积出来的这个基础是非常好 但是大家要仔细的研究美国这个国家 美国人自己还未必了解他们的国家 这是真的 美国人自己未必了解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美国的话 你就会发觉说 美国的国家已经特殊到 基本上就很多活在美国人 都是非常盲目的活着 他没有必要去了解 他里面实际上运行的制度 所以美国人基本上 对国际事务兴趣也不大 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那个州的事情 其实除了他们那个州 他们基本上也不太关心 对 我借这个机会稍微表达一下 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美国在1776年独立的时候 他确实是那个整个世界的风潮 其实不是一个是两个 是在1776年美国独立的时候 是美国至少门前选 不管他人瓦上双的这个观念 是美国门罗主义到达高潮 美国大概240年的历史当中 大概有170-80年 是这种独立 孤立主义 过孤立主义慢慢养成了 就是unilateralism 就是说是单一主义 他自己像最近表现的 那个Super Bowl 就超级晚 就明显的说明了 就美国就是搞自己的 这完全是搞自己的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是改变了所有的规范跟建制 美国也受到这个影响 但是早先是美国的独立的精神 后来慢慢就是说 要改变这种独立跟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会觉得说 美国好像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区域 一方面的话 很像是很保守 另外一方面好像很先进 先进到什么零元购 这种事情都发生了 因为你就可以发觉出来欧洲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美国的独立革命 另外一个是法国的大革命 这两件事情改变了他们现在造成了一种长期的分裂 居然都在现在的美国发生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美国本身 所以说特朗普之所以在美国 他讲的任何话都经过精心设计 而且的确有票的过程 真不真都不重要 重要是他那个感觉符合了你传统的价值 确实 因为刚刚教授讲到那个Super Bowl超级杯的那个球赛 那其实呢 那个超级杯风王游戏呢 爆发了枪击事件 它造成了一死二十一伤 这个 其实我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我都觉得 发生在美国很正常 对了 发生这个 因为这个Kansas 这个城市酋长队得了这个冠军以后 这个高兴到这种地步 因为这个说明了其实蛮严重的 就是说任何场合都有人带枪 然后带枪的人后来是不是很暴躁也不管了 然后呢 拔枪相向的话呢 有没有死人都无所谓了 这个太离谱了 因为他不是只有在街头啊 你看像在学校 学校校园枪击案发生的那个频率之高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Super Bowl这一次发生死人的这种枪击事件呢 首先强调 这个Super Bowl 他非常对美国来讲 第一个 这是美国的单一主义 就全世界只有美国人在打美式足球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四分位的到底什么规则都搞不清楚 这是他单一主义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他本身来讲啊 跟那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完全结合在一起 美国人非常宜然自得 觉得我跟人家不一样啊 非常了不起啊 觉得非常重要什么的 这的的确确 你如果跟美国人有密切相处啊 像我很多同学那种高大的美国人 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 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精神 就他优秀 然后第三个的话 他跟钱完全结合在一起啊 对 完全跟钱结合在一起啊 那可以就是美国的光荣嘛 又是资本主义 又是单一主义啊 又是美国的那种暴力的那种强壮的形象 居然发生这种枪击啊 你看这个人躲的啊 这个简直一塌糊涂 拿起枪来乱打 我觉得这个不晓得该说什么 是这个美国现在呢 其实也正在准备大选当中 那川普呢又在发布狂语 表示说呢 鼓励俄罗斯去攻击经费分担不足的这个北约国家 那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媒体记者呢 去问普京说 你认为美国中东大选 谁当选会比较好 他表达呢 他认为拜登当选呢 比川普来得好 因为他说呢 拜登比较有经验 而且更容易去预测 这个跟大家想象的其实完全不一样 然后更让大家觉得很惊讶的是 在我们过年的时候呢 拜登开了自己的TikTok的账号 而且上传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这个用这种 短问短答的方式去做这个视频 那所以呢 这个让大家觉得很惊讶 就是你不是一直在针对TikTok吗 你怎么会自己去开这个账号 但是必须说 他的账号一开的时候 其实蛮多人追踪他的 对肯定的嘛 因为TikTok非常红嘛 对这是很多年轻人用的 这个才说嘴又打嘴嘛 对不对 这个跟刘姥姥一样 自己的话在讲的话 要活生生的再吞回来嘛 但是我这个里面的两个消息 我做点评论 首先第一个 特朗普讲的事情的话呢 其实他只是说的 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北欧国家里面分成东欧跟西欧 东欧国家里面所有的国家 包含波罗地亚三小国波兰什么的 他们都不但超过2%的GDP 甚至快到达4% 就有危机感 真的没付钱 就是像西班牙比利时 德国 我们隔得很远嘛 对不对 你先把波兰占领了 然后再占领我们嘛 所以他川普这个讲法 是让他们南凯罗·拉纳州的选民感觉很爽 为什么他讲这个话 因为他这唯一的对手 佩利 佩利本身就是南凯罗·拉纳州的州长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普丁的这个讲法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普丁这个讲法 如果他说是特朗普的话 那被人家发觉他们两个真的在唱双簧 所以他故意讲拜登 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知道 他这个非常聪明 他果然是干特务出身的 KGB 苏默我要跟你讲 如果你对我讲说你觉得教授你很厉害什么的 你做的任何事情都完全是可以预料得到 请问是包还是扁 我就是包 就是你做的事情完全是可预测的 那就这扁 根本就不用问 对不对 普丁会不知道他脑袋认知能力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说一个人 我告诉你 半君如半虎 是 就是说你当大臣再进 你也猜不透他的想法 这个就叫做领导统议的技术 就是你永远帮我在想什么 特朗普跟普丁现在就这一套 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 特朗普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他知道他会选择 但你不知道选择要干嘛 对 但是拜登的话呢 你说这个人是predictable 可预测的 基本上就是侮辱他 对没错 那我们有看到 因为其实刚刚教授有提到的 拜登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精神状况 还有他的思考逻辑 这个其实是大家一直非常关注的 因为他的高龄问题呢 大家都非常关心 因为他跟空气握手 然后很容易跌倒 那这个贺锦丽呢 就有记者问他 那他就表示说呢 他已经准备好要去当总统了 这个大家都听得都很惊讶 所以眼下这就是你觉得 拜登的身体状况有很大的问题吗 但是呢 这个西方媒体有表达说 无论2024谁赢得了美国大选 大陆都是铁定的输家 因为不论是拜登还是川普 基本上对于大陆的态度 都是非常强硬的 教授怎么看 这谁说的 无论是谁当选 中国都是输家 谁谁 这个美国的媒体 废话 废话 这个观念的话 它包含了三重的假设 首先贺锦丽的那个话 我根本不想评语 因为叫拜登来自己骂她就好了 因为拜登会觉得 因为为什么贺锦丽讲这句话 因为马斯克讲说 你要接受医院里的认知测验 你如果不接受 你手上拿了核能武器的发射弹 搞不好都不小心按下去 对啊 不小心的搞不清楚 对不对 人家跟你讲 好玩好玩按下去 那还得了 对不对 好了 贺锦丽讲说 这样的话 他本身来讲说这个话 他自己的能力也不足 得不配位 然后从来就 因为他每次出来表现非常差 美国对他来讲的话 美国人 贺锦丽跟拜登选举 拜登搞不好会胜 贺锦丽跟拜登更麻烦了 对不对 好了 那贺锦丽讲这话 已经暗示他 基本上认知拜登 这个脑袋是有问题的 太得了 但是话说回来 这边 2020谁能够赢得美国大选 中国都是最大的输家 这是完完全全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那肯定 我跟你讲 你要了解第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人有这种观念 凡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 就好不了 对 基本上 过去历史来看 也几乎都是 反正 美国人很得意 认为美国很厉害 认为 所有的世界有饭吃的 都是美国人赏你口饭吃 对 包含德国日本 都是赏你饭吃 你不要忘了 太骄傲 太骄傲了 违背天理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从2018年的五月 川普那个时候在当总统 同时制裁华为跟中心的时候 经过将近六年的时间 中国心里体会出八个字 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对 中国本身地大物博的话 就是我自己最近 到了四川 到了乡下去看 老百姓生活好得很 无欲则刚 我没有碰到一个买股票的 我没有碰到一个想移民的 我没有碰到一个想开公司发财的 我碰到的只是有机会 这个刷刷抖音 打打麻将 然后谈个恋爱 挺好的 夫复何求 做一个人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铁定是书家 是只有对于中国那些 想要移民的 想要发财的 想要拍美国马屁的 想要把中国搞烂的人 他们肯定是书家 那肯定的 对啊 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中国有什么好书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历史 给我们上了非常严肃的一课 这个历史 在中国人的心理当中 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阴影 就是我觉得大家没有一个例外的 所以我碰到 我以前在大陆碰到一些环境不错的学生 他们问我该不该移民的时候 我说这个移民的梦 你如果有这个能力 你要尝试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不尝试 你永远羡慕别人 所以这种情况 这个世界上的结构 但是你一旦移民以后 你会发觉 其实确实是蛮辛苦的 我看过很多朋友 就是移民出去之后 然后又跑回来 就可能当他年纪大了以后 又跑回来 你那个朋友是运气好 他是台湾出去的 台湾回来也不算太差 我遇到台湾出去的大部分 除了美国有大部分都回来了 以前有比利时 他们有很多都回来了 那个其实也说明了一切 但是有很多国家 他们没有选择的话 非要在那边待下去不可的话 那就是要抛弃别子 要离开自己的家园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 还是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你要了解移民这个概念 本身来讲确实是违背人心 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跟教授讨论 就是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 因为这个大陆外交部 其实在15号宣布 说应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 跟西班牙外交大臣的邀请 那基本的王毅在2月16到21号 将会出席第60届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的中国专场上面发表演讲 那同时他也会去访问西班牙跟法国 那教授讨论怎么看 王毅访问慕尼 这个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我觉得王毅很辛苦 他真的好辛苦 王毅飞来飞去 他本身是一个很称职的外交官 那现在外交部长刘建超 已经来了 所以说可以分担一些任务 但是我觉得王毅的辛苦是有代价 而且是有必要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对刚刚我们讲到说 中国对美国可能受到了很大的打压 但是中国最大的成就 应该说就是外交 中国外交的成就非常多 前一阵子有人采访我 问我说2023年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说 在三月份的时候 中国促成了沙特跟伊朗之间的和解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成就 那中国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全球南方也好 金专五国也好 一带一路也好 现在在积极发展跟欧洲的关系 中国已经认知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跟美国是拉不回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这场斗争 恐怕二三十年 一直到我这一代人结束以后 可能都未必能够轻松的解决 但是王毅这边所做的事情很明显 慕尼黑德国 对不对 然后西班牙跟法国 这些国家基本上讲起来 像欧洲的欧盟里头的大国 它是很有含义的 因为这个坦白讲欧洲对美国要选上特朗普要回来当总统 是不放心的 对 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西班牙也好 都不太放心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那你跟这个中国之间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表达自己的立场 话说回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在国际场合 中国的重要的外交官能够发言的机会 发言的内容 甚至发言的说服力 在国际话语权的被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下 很难有一些突破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有的时候今天在想 我们觉得如果要真正的 让这个世界公平一点 让这个世界幸福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要仔细的想 中国的话语权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别人感觉到 这是一个文文荡荡 自己过自己日子的一个国家制度 所以我以前的话 我跟你也聊到过 就是说我也想写本书 我也想拍一些视频 讲好中国的民主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现在来讲 我们针对于国际的事务来强调中国的立场 能分析的时候 这个毕竟是短暂的 虽然有的时候很有意义 但是那个意义本来讲 是随着新闻的发展 但是我们都知道归根结底 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话语权上来讲 人家不能够接受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就会觉得说 这个民进党的一点知识都没有 比如说赖清德 我常常就觉得说他对于这个政治哲学的知识 理解甚少的情况下 他开口闭口包含蔡英文就讲 这是一场自由与集权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的话 我就觉得很荒唐 但是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讲 为什么这个国际的话语权 在他们的嘴里讲出来 让很多人能够被他们这种奇怪的言论 甚至错误的言论说服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讲好中国的民主的方式 对确实 这个非常感谢教授 今天来我们也领会客室做客 帮我们分享很多国际的议题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教授 谢谢村长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